天蠍正到爆 在農曆11月伴隨著蛇手座的新月 你們會有什麼這麼正的東西 訪問塔羅 我看回星象 完全是全部合理的 首先 水星還在你們的自身公位 以及剛剛逆行完 然後很多事情都發生在蛇手座 這是你們的義工 今次的新月 日月雙泊在蛇手座 然後木星還在蛇手座 都準備跨工 過了農曆11月就離開了 還有剛剛有金星 金木俠 我早前在我的Facebook IG都有說過 雖然金星現在已經離開蛇手 但因為始終金木俠 金木俠還有殘餘的力量 在11月24日就是驅選大勝那一天 好 夾一夾這些東西 指向著一個什麼的訊息呢 正到爆就是你們在 你接下來的6、6、11月會收到一些好的消息 應該這樣說 這個好的消息 不是說一些發生的消息 不是說 你知道哪個朋友生了個嬰兒 或者你知道什麼 應該這樣說 你收到封 你收到資料 你收到一些資訊 而這些資訊呢 就是絕對跟射手座 你的義工有關 是跟錢有關的 是的 你偷聽到一些小道消息 是去投資去哪裏 會賺到錢 然後 或者你知道哪裏有一個穩供的機會 或者不知道 你深刻你知道一些 可能那些跑馬貼士那些東西 是的 總之這些資訊 是的 未必不是說一些發生了的Fact 而是它是會帶到一個給你 你荷包總像的opportunity 給你的這些資訊 這些小道消息 是的 你收到這些消息之後 只要你認真去審視一下 你認真去過濾一下 而且你也要做一點點功課 即是 有時候別人跟你說一些菜碼貼士 你也要起碼懂得怎樣去買碼 對不對 跟你說 哪個股票很棒 你起碼也要去開個股票戶口 然後去研究一下 小小事情也要知道一下 那只要你得到這些資訊 然後你將它化虛無為真實 將它materialize 你最後就真的會materialize到一塊錢出來的 那這就是非常之美的一個能量 尤其是如果這個消息是在12月中得到的話 好了